- 和我一起滑,然后还有我们的保障船的兄弟们,本来准备今天是走北枝江途经亚用场馆,但是今天的航道急剧的繁忙,所以我就不能选择。 选择另外一条岛,太危险了,我的搭档还不太熟悉如何的避让,还有穿越航道,所以我决定朝新沙岛的下游,然后出发。今天的天气对于划船人来说不是很有赛,但是对于享受天气的人来说,今天的天气真的相当的好,晴空万里。 这个桥进去就是我们渔会长的水上俱乐部,可能最近他们比较忙吧,所以他们也没有来接我。走到下一个桥就要出了复阳了,今天的天太好了。 真的很漂亮,天很蓝,就是太热了。漂亮的云堵,流也挺大,风也很好。 来到了鱼山镇这一边,鱼山镇的一块茅地,很多的船都抛在这边,可能有摆下来条吧,有的在等着潮水,有的是在等着卸货。 相依为美的铜板,然后现在划的还是不错,然后每天也能划个三十几公里。 这是进入杭州的一个标识,一座古老的塔,还有一个是新盖的,划完这一层,可能这是最后一座塔了,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快到终点。 昨天把艇放在这边,今天准备朝这边继续出发,摄影师也已经过来了。 马上就要过芝江大桥了,离得很近了,敬寨之驰。 我也是第一次在水里头看这个芝江大桥,很漂亮很漂亮。 对面就是传说中的六河塔,过了六河塔就正式的进入了杭州,看起来好大。 小子,你马上就要毕业了,今天爸爸现在是在冰江的一桥下面,给你送个祝福。 祝你马上毕业,毕业开心。 祝你在后面的小鞋之路能够轻轻松松,快快乐乐。 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 7月5号,爸爸去陪你,好不好? 拜拜。 好,滑吧,加油,快到了。 现在天空虽然有点下雨,放眼望去,还是能看到就在眼前的大莲花,闷昧以求的大莲花,也是我们亚用的祖会场。 但是今天我们可能要在它的边上举行交接仪式。 祖会场最近比较忙。 慢点滑,不要着急。 今天的雨确实有点大,然后浪也有点大。 但是马上还有不到一公里,我们就到了我们的大莲花。 所以我转头回来要看看一下,因为我们的可视度太低了。 前边就是我们的大莲花了,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了。 我们还在凤利子在滑。 本来预计是三点钟,我们能滑到。 但是呢,刚才出了点小状况,狂风暴雨啊。